穿着蓝色衬衫戴着口罩 不发异语走进罚警室 国民党立委郑天才涉嫌收贿 27号晚间10点复讯后 检调认为郑天才涉嫌违反贪污治罪条例 以200万元交保限制出境出海 问一下说目前是什么案子吗 检调人员三间齐口 面对镜头快步行走 从郑天才国会办公室带走四箱证物 以及一台电脑主机 还有拷贝网路资料与手机载具发票证明等 现场搜证时间将近12个小时 2023年郑天才办公室前执行长张腾龙 涉嫌以白手套身份 替内政部营建署组长张知名牵线 护航厂商取得云林绿电标案 贪污7500多万元 涉贪后去年遭积压 当时郑天才还坚称自己并不知情 不过却被检方发现有多家厂商 透过张腾龙引荐结识郑天才 而郑天才在2020年到2023年间 收售厂商百万汇款 还给予厂商特助头衔 只要业者遇到问题 郑天才就用立委职权排解纠纷 传出至少协助5间厂商 该搜索就搜索 该办就办 那么但是呢绝对不要罗之罪名 然后证之办案就好 面对司法的调查 民进党的态度始终如一 不会双标 那就是尊重司法 也希望误网误众 目前全案进入司法程序调查 只是从民进党林营锦 再到国民党振天才 立委接连被检调搜索 立院收会期间也相当不平静 三菱新闻黄云房 姚任柏 蔡小贤台北采访报导